哈喽大家好 今天梅子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女孩被闪电批中 能操纵首尔巨型怪兽的电影《克罗索巨兽》 安妮整天无所事事还有酗酒的毛病 这天男友终于忍不住跟她提出了分手 让安妮赶出了家门 她只好回到了乡下的家里 却意外遇见了小时候的同学杰森 杰森邀请安妮去自己经营的酒吧 还将自己的两个朋友介绍给了她 但其中一个人想跟安妮亲密接触 被杰森发现 她大声训斥了朋友 众人不欢而散 安妮只好背着自己的东西回家 路上经过了一个游乐场的空地 回到家之后 安妮看新闻发现 首尔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怪兽 几角就将大楼移为平地 第二天安妮再次来到酒吧 两人聊起了首尔街头的怪兽 接着杰森帮助安妮往家里添置了许多东西 为了感谢杰森 安妮拥抱了他 这才发现电视里的怪兽做出的动作 竟然跟他在游乐场空地里做的一模一样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安妮再次来到公园做了几个动作 而怪兽果然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知道自己能够控制怪兽 安妮心中充满了不安 他叫来了杰森和他的朋友 将怪兽和自己的动作对比 此时他们才相信 最后韩国军队攻击了怪兽 安妮也能感觉到疼痛 第二天醒来的安妮 发现因为自己无意识的动作 杀死了许多无辜的人 他准备去自首 但杰森拿出了一份报纸 原来首尔也出现了和他动作同步的机器人 而他们拥有这样的超能力的原因 还要从25年前说起 当时年幼的安妮和杰森 正拿着自己的模型前往学校 走到公园时 一阵风吹来刮走了安妮的模型 杰森赶紧上去帮他追 安妮也紧随其后 但他却看到杰森狠狠地踩碎了自己的模型 此时一道闪电劈中了他们 从此两人只要来到这个公园 就能将模型幻化成怪兽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安妮来到空地 控制怪兽 用韩文向民众道歉 但他却发现 杰森在喝醉酒后 控制机器人在街头玩乐 赶紧来到了空地 狠狠甩了杰森一巴掌 宣布决裂 此时安妮的男友一路找了过来 想跟他复合 得知消息的杰森竟然威胁安妮 如果他跟男友走 那么自己就会控制机器人毁灭首尔 无奈之下 安妮只好拒绝了男友 为了阻止丧心病狂的杰森 安妮立马坐飞机 来到了首尔怪兽出现的地方 根据任何怪兽和本人 出现在不同地方的原理 如果自己来到了首尔 那么怪兽就会出现在公园 果然怪兽出现 安妮操纵怪兽 一手抓起了杰森 用力将他扔到了远方 结束了这一场闹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